中国女星黄珊一于2007年嫁给富商杨子 婚后专注在家庭生活担出演艺圈 近年她积极发展直播事业 不过前阵子她找来高龄90岁的婆婆直播卖货 遭到不少网友批评利用老人家来赚钱 没想到近日她和老公合体直播 推销旅游产品实说的话再次引起争议 黄珊一的老公杨智在直播时激动表示 如果你的孩子听见别人的孩子炫耀 父母带她去了迪士尼 可能会因此产生自卑心 更反问观众们为孩子做了什么 孩子身处这样的环境 难道不会感到心痛吗 直播片段曝光和网友们纷纷批评 两人这样的价值观恐怕会带坏自己的孩子 认为这样强调与他人比较的心态真的很扭曲 果然为了带货什么都敢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